这一天要介绍的难度大概是中刀级的难度了 主题是雨林危机 之前我们有讲过比较简单的雨林危机 那是初级的难度 那么现在呢 一样的主题但是难度增加了 难度增加就意味着单字越来越难 曲子结构也这个越来越复杂 所以我们现在老师把这个片语跟子句 都已经帮同学刮出来了 主要就是要学习 我们如何去找到片语跟子句 那做什么用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概念 单字就在下面做补充 同学自己可以参考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句的结构 most of the land 句子一定要主词 所以这个就是主词了 most of the land 大部分的土地 好 哪里的土地要讲清楚 既然要讲清楚就要加东西了 这个就有一个介绍词 所以从这里就到这边 是加入进去的一个介绍词片语 因为后面是冻词啊 所以应该到前面就结束 这就是介绍词片语 放在主词后面 就是要补充说明主词 哪里的土地 in tropic rain forest 落带雨林的大部分土地 这样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那动词出来了 sure very poor 这是主词不语 是很贫乏的 这个就是贫瘠 没有什么这个营养存在 那为什么雨林还是有那么多的植物呢 对不对 既然土地很平均 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大的 这个植物在那边生长 那这个就是看第二句的结构 the plants 这些植物 are able to live are able to live 是能够live生存 这是主持 动词出来了 这些植物能够生存 是因为什么 老师看了一个because of because of 就是表原音的片语 所以我们就一直刮过来 一直过来 过来 过来 到这边结束 为什么 因为后面已经是连接词出来了 连接词出来就表示 他另外又接出一个句子了 所以前面的片语就到这里就应该要结束 这是表原音的一个副词 片语来说明这些植物能够生存的原因 来我们看这什么原因 第一个 because of all the dead leaves 因为有那些 dead 已经是死亡的 已经死掉的 那个就枯掉的那些leave树叶 因为有枯叶 以及 其他植物的那个pod pod就是部分的那些这个肢体 那植物还有什么 除了枯叶之外 还有什么树干啊 对不对 那么这些植物 如果已经是枯死了 那所有的pod 植物的那个部分 通通都变成了营养 好吧 这些植物就是靠这些枯的叶子 还有这个其他枯的 那些植物的那些部分 那这些部分 是在树上吗 你在树上 那个营养就怪怪的 应该在地下嘛 对不对 所以后面他又来个补充说明 插入一个连接词 连接词后面一定会有主词动词 像这个地方 就是连接词 哇 没有主词 只有动词 forward to forward to倒下来 to the ground 那倒向什么 地面上 那就是已经这个枯萎之后 倒在这个地面上了 已经倒下来到地面上了 那这样子土地才能够利用到他的养分 所以曲主词的这个就是关西代名词 也就是我们的关西子句 关西子句是等于形容词子句 它作用就是要修饰前面的名词 好 这些枯的叶子 还有枯的那些植物的那些这个树干等等 那这些东西是fall to the ground 那这些东西是已经倒在地上了 倒在地上 好 它靠植物 靠这些来存活 第三句 这些枯萎的那些枯萎的那些植物 你看 枯萎的像地毯一样 一片草 也就是一片 好 一大片 这个一片那个枯萎的植物 因为已经倒在地上了 好 这是已经枯萎掉的那些植物 一大片 他们就会 provide nutrients for the living plants 好 这里这个片也很重要 provide什么 full什么 这个full是 喂什么东西 来提供这个东西 我们就翻译 喂这些living plants living plant就是 目前还在存活的 目前还在生长中的植物 好 喂这些 目前还在存活 也就是我们存活的植物 提供养分 mutrient就是养分 营养素 所以这一大片的枯萎 就会帮这个 现存的植物 还存活的植物呢 提供了营养素 很多的营养素 这个就是 雨林的这个能够 茂盛 的原因 原因就讲在这个地方了 好 我们下来看 继续看 如果雨林没有了呢 这些树都没有了呢 对啊 这个是讲目前的情境 那下面就来看 这些雨林的重要了 when the land 就是表时间的 就是表时间的 副词子句 当这片土地 一直clear的 一直clear在这边 被清除了 这一大片的土地 原本上面有那么多雨林 对它雨林的 通通被清掉了 那为了什么呢 Fall表目的 是为了agriculture agriculture 就是为了农业 就为了要种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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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